大转弯了 麦卡锡不能来台湾 爆气料狠话 金融时报的独家是真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昨天在讲 他们的消息真的是蛮准 现在都流行这种操作 出口转内销 先从国外爆料出来 然后台湾讨论 然后过两天 试一下风向等等 又是一个典型的操作 三月六号独家报道 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 有完整讨论 要在加州 而不是到台北 来跟蔡英文会面 那蔡英文三月底会出访 会到中美洲友邦 瓜地马拉 贝里斯 然后会过境 东近西出 过境哪里 纽约跟西岸的加州 其实就跟这个爆料 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 是一样的 麦卡锡也已经证实了 确定会在这个 会跟蔡英文见面 然后会在美国见面 但他也说不排除 晚些时候会访问台湾 而且中国大陆没有权利 可以告诉我 何时何地可以去 很呛 对不对 那他接受了彭博访问 在美国跟蔡英文见面 没有错 那件事跟我的访问 行程无关 如果我要去台湾的话 中国没有权利 可以告诉我 何时何地可以去 看得出他有点不爽 对不对 是不是 我本来就想去你台湾 这个挑事挑一波 到美国去见 说实话 昨天我们在现场 很多来宾就告诉你 强度弱很多 能见度低很多 敏感度也低很多 当然这可能不是他要的 但是他说 不排除 晚点再来 对不对 本来说是明年选后 选后再来 那个强度 应该也是弱了一些 而且选后来不来得成 万一政党轮替的话呢 对不对 那但是麦卡锡 撂出了这个狠话 所以我们看到 有更多的讯息 总统府发言人也说 目前各单位 正在就相关计划 进行沟通与筹备 就证实了 确实是如此 好 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蔡英文确定 要这个出访 当然呢 其中过境 美国是个重点 出访还好啦 然后这个跟麦卡锡 是鉴定了 那据说呢 是蔡英文说服他 但是后来这段报道 又拿掉了 好 我先问一下 蔡英文 你怎么看待 第一个是这一波的 这个新闻操作 这个金融时报 摔新披露 然后马上就这个证实了 总统府也马上就证实了 那当然这个蔡英文 要到这个 要过境美国 这个时间点四月 你觉得三月底 或是四月 你觉得他会 怎么个过境法 说实在的 这一处戏码 有很多的玩法 对不对 过去的李登辉也好 马英九也好 这个陈学扁也好 他们有不同的模式 那蔡英文可以说是 美国最信任的 台湾总统 对不对 还没关系 时尚最好 会大开大河 开大门 走大路吗 直接了当 要台湾人吃莱猪 而且没有发出现 说什么样的 激烈的抗议 美国人一定农心大悦 要叫台湾人吃莱猪 多困难 以前 马英九要叫台湾人 吃一点点 不太吃的 这种美国的牛肉 注意到 美国牛肉 台湾不是一个 大宗的肉品 有一点点的 这个莱克多巴胺 群起抗议 你看蔡英文多贴心 对不对 所以美国人 让他农心大悦觉得 哎呀 一千个马英九 都不如一个蔡英文来的可靠 他一定有这种心理这种想法 那美国喜欢的小英来了 是不是要给他点甜头 所以会对蔡英文有所安排 那当然现在他们比较忌惮一点 第一个要考量的就是 因为大陆跟中国之间 中国跟美国之间有很多事情 开始要反而要谈的样子 所以也不想给大陆太刺激 所以这就是麦卡锡止步的原因 本来来台湾不是效果更好吗 这次不来 当然这个今天这个郭正亮爆料 他是说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 其实是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写说 这个蔡英文劝退 花了很多的时间 这个劝这个麦卡锡 跟他说了很多 后来麦卡锡接受理解了 但是第二个版本呢 就把这个劝说的这个部分拿掉 拿掉为什么呢 因为不要让这样一灯 这样麦卡锡没面子啊 对不对 拿掉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版本的转环 但是你看得出麦卡锡 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 有没有气扑扑的那种感觉 不太爽 我不太确定蔡英文真的敢 或者能够有效的说服麦卡锡 今年不要来 我是存疑 因为麦卡锡这个 如果你稍微了解台湾 这个非常的自大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来台湾不是因为 蔡英文邀请而已 他来台湾有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那这个自己的政治利益 他唯一的考虑是不是说 来台湾会不会被大陆 耍个什么招让他灰头土脸 他唯一的考虑是这个 不是因为蔡英文说 哎呀你来可能会让 我民进党选的不好啊 那这个大陆反应太强了啊 你可不可以体谅我啊 我照常给你很多政治现金 所以你觉得所谓的蔡英文 劝服了这个麦卡锡 不要来这个新闻不见得是真的 我觉得不见得是真的 可能是论一放出来的对不对 蔡英文很努力啊 帮我们的国家做事啊等等 蔡英文好棒棒 以前裴洛西来不是也这样子吗 刚开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消息啊 后来他不来了 因为裴洛西觉得我去对我 政治利益有用嘛 根本不去考虑蔡英文的东西 那你觉得麦卡锡为什么不来 胆小啊 他没有说不来哦 他没有说不来 我说他见蔡英文 不是要在美国见 这个新闻的报道有点问题啊 因为你台湾的总统到了美国去 好几次都有见过当时的众议院议长 这个不是新闻啊 问凯翔都知道 他这个知识媒体人 强度各方面都弱很多很多 对嘛 就是基本上就是会见到 这个什么几个参议院的大咖 众议院的大咖 这就不算什么突破了嘛 不算什么突破嘛 应该突破就是说 哎呀自从 李登辉去康兰演讲之后 他也能够到雷根图书馆去演讲 这算是一个突破啊 以前马英九好像去世闲聊 比较没有什么正式的演讲 记者还不准采访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提升嘛 就他的立场来讲是一个提升 而且也有助于民进党的选举 雷根图书馆啊 你跟美国人讲 他们没有什么反应啊 啊 威尔 他根本搞不清楚 雷根图书馆在哪里啊 因为美国有太多退休的总统 甘奈迪图书馆算是比较有名啦 那其他的卡特图书馆 你听过吗 对不对 克林论图书馆你听过吗 多了杜鲁门图书馆 我也去过 可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啊 因为连美国自己都搞不清楚 小英可以去军医做小英图书馆 对 可是对大内宣有用 雷根图书馆 台湾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了不起的机构啊 总统级的 总统级的 而且更重要你看 美国的航空母舰都叫雷根号啊 都了不起啊 所以对民进党的选举有帮助啦 所以他想要去安排这个 那大陆上会不会对到 雷根图书馆去演讲这件事情 会不会比较过度 激烈的反应 目前不清楚 因为还要看他讲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据说 因为后来人家谈李登威访问 这个康乃杰英讲的是 有人说大陆在意的 不是他回到母校去访问 而是他在母校访问的时候 那一篇演讲稿 让大陆这个觉得说 好像这种惊喜 你怎么会这样讲呢 基本上是有这个问题在这里面 所以才会有1996年的飞弹危机 那如果蔡英文演讲了以后 老生常谈 那也许就门混过关了 民进党说逃鬼心的鬼 要投过深究过 他那篇演讲一定会先给美国看啦 对不对 蔡英文这个一定会做到 对一定要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这个美国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另外一回事情 好那我还是要纠结一件事情 就是麦卡锡干嘛缩回去 到台湾来见面 不是可以又创造一波辉煌吗 开箱 那你怎么看 因为麦卡锡等于是 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证实了 虽然这个不带好气的这个讲法 你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麦卡锡要来台湾的时候 他一定会考量两件事情 就是他可以得到什么 跟他会失去什么 那就像是之前裴洛西来的时候 他也是想要得到什么 跟失去什么 那一定会参考上一次的经验 那麦卡锡此时此刻来台湾 他能得到什么呢 他即便是一个非常烂茶的方式 然后终于当上这个众议院议长 短期之内他似乎没有什么 要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 或是对整个党 有什么下某要的需求 但今年不需要 明年也许需要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他可能要在这个时候 再去挑一来玩一场大的 这个动机相对来说就是弱的 那再来他会想到说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多 我现在也此时此刻也不需要下猛药的话 那如果我真的来台湾 我会失去什么 那他一定要参考的事情 当然就是这个裴洛西女士在在来台 离开之后 那个解放军围台军演的 这样子一个状态 那上一次对上一次已经围台军演了 这一次如果你再来 如果中国大陆采取的是同样力道的反制 那恐怕中国大陆这边恐怕也在这个胆小鬼游戏当中 会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他是被蔡英文劝退 还是他自己评估之后觉得此刻不宜 我觉得刚才蔡英文说的很客气 跟他的风格很不像 蔡英文凭什么去劝退麦卡锡 他要来蔡英文说不要有什么用 他讲白话 那边文章里面说蔡英文花了很多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让麦卡锡理解 蔡总统也许也许会劝退麦卡锡 但他就算劝退麦卡锡 他讲的内容跟最后打动麦卡锡 让他不来的一定也是说拜托不要 已经围到二十四海里了 你再来就近十二海里了 你要我是打还是不打 台海就要开战了 他讲的理由一定是跟中国大陆的反制动作 甚至是武力动作有关 真的是这样吗 那还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你不要来了 没有别的可能 绝对就是绝对就是中国因素 不管蔡英文说服他的事 我们知道的或我们不知道的 那一定包括武力 武力犯台的可能性 或者说武力冲突摩擦的可能性 一定包括这个嘛 所以我觉得金融时报讲的 你也你要真的要讲 如果文字游戏的话 你不能说他说错 蔡总统也许真的花了很多力气 去说服麦卡锡 但他之所以能够说服麦卡锡 或是麦卡锡自己决定不来的因素 一定就是对岸嘛 他会考量他自己能获得的 跟他有可能要付出的 比如说拜登政府 要不要对他的这个行为买单呢 那这样请教一下 用塔律班的说法 就是这个怎样 小英小孬孬 缩回去了 麦卡锡小孬孬 他上次来就已经孬孬 你不要看飛弹 那不是外太空叫什么叫 就是他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去年 为什么抗中保台 民进党最后像包括陈时中 包括蔡奇商 在去年选举的最后尾声 还有包括跟曹星成一大一唱 还是想打抗中保台牌 但为什么打不下去 因为全国百姓都看着你这么孬嘛 你真的在那边跟我们讲 抗中保台是真正非但凌空的时候 你什么事都不敢做 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嘛 所以就是这样子啊 那所以这一次 你知道这个麦卡锡要来台湾 他有他的动机存在 可是我们一定会告诉他说 对不起我们销售不了嘛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感谢麦卡锡的 市大体是不是 要感谢小英的努力是不是 我不觉得麦卡锡有有在在不在乎台湾的大体 台湾的大体 不是那个尸体 台湾 台湾人心中的那个所谓是大体的大体 跟麦卡锡心中所谓是大体的大体 那不一样 这一集也是一个台湾在对台湾很多民众 在处理在看待美国的时候 一个逻辑谬误 就是人家的核心价值 跟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不一致的 你不要每次都把自己投射到美国那边 觉得美国人会很关照台湾人的想法 或我们的处境 没有这回事啊 一定是别的事情来最终让麦卡锡 决定在此时此刻打消念头 那他也不见得是就不来了 他可怕过一阵子他又来了 那是因为他终究有他自己的核心价值 跟意志存在嘛 那只是现在不来 我不用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在那边装神弄鬼 然后讲八种可能 五种可能的 就是中国因素嘛 只有这个因素而已嘛 不管是要做生意啊 还不要撕破脸啊 拜登给他的压力啊 又或者是真的担心说 自己被碰了一鼻子灰啊 或是说台湾这边哀求说 拜托你不要升高两岸紧张情势 都有可能 但就是中国因素 旺旺水神抗俊义 他在呢 整个的物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销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 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那7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